为在建国路二段和民意一街交叉口的三角市场 平日修饰的下午传来摇滚乐和烤肉的香味 原来是来自宜兰罗东的烧烤品牌发起的环岛野炊计划 在第六站是来到了花莲 洗手在地的艺术工作室岛东艺殿所 以及慈恩艺术村 共同举办了结合音乐、烤肉和装置艺术的快闪过招活动 让传统市场忽然成为了年轻世代的展演空间 也为社区注入了不一样的艺术活力 12月的第一天平日下午 为在建国路二段与民意一街交叉口修饰的三角市场 传来正正的摇滚乐声以及烤肉香味 成立于2011年源自宜兰罗东的路边烤肉 发起环岛野炊计划 这次来到第六站的花莲 洗手在地艺术工作室岛东艺殿所 以及慈恩艺术村 共同举办结合音乐、烤肉与装置艺术的 ABAAB快闪过招活动 一开始其实是由路边烤肉 他们现在正在发起了一个 一个易烤的活动 每次只要一来花莲我就会到导洞 光哥那边 所以在花莲站的这部分我就想说跟光哥可以有合作 像这样的一个传统市场的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性 那以往可能我想要比如说大家可能对于展览的一个想象 可能是会在传统的艺朗或是美术馆里面展览 但如果把作品跟结合食物 然后结合音乐 这种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画面这样子 然后也可以带给观众一个新的一个观展的一个体验 因为慈恩艺术村一直有一个艺术进入市场的一个各种实验的计划 那导洞也是我们很好的伙伴 然后呢也响应这样的一个理念 就是把艺术带进人群带进社区的理念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因缘忌讳下 这个路边烤肉跟导洞呢 还有我们慈恩艺术村呢就一起来协调 一起怎么样子可以在市场有更多不同类型的艺术实验跟推广 ABAAB是电玩游戏绝招案件的输入指令 这次活动以实验的方式 将蔬果烤肉食材变身色香味俱全 夏日风情又在地的佳肴 混搭年轻时代后摇滚曲风的安诺明乐团 以及导洞艺电所的创作艺术作品 用动态多元实验性质的展演方式 冲击传统市场的框架 除了彼此激荡出新的火花 吸引左右街坊与年轻人住宿感受 也为社区注入不一样的艺术活力 记者长邦艳账案商报导